我有兩張是百萬張 就是秀家猜猜話 跟老盲告親戚 老漢一定要提當年有 要不然沒有人知道 沒錯 當你十八歲 還在迷惘未來時 人家羅時豐已經唱紅 這首神曲熱 也許我會忘記 也許會更想你 也許已沒有 也許 出片量很高 短短兩年就出了 大概七八張的專輯 當時他所屬最夯保地金唱片 但是有兩家唱片公司 也對這支金雞母 相當有興趣 吉馬唱片陳維翔有沒有 那時候也是台語界的 超級的大唱片公司 一張專輯抽五十塊錢 搞不懂 簽了吉馬以後 沒想到那時候 另外一家的台語唱片公司 也是大唱片公司 叫名貫唱片公司 就是許安靜老闆的那個唱片公司 結果許老闆就去把我炒成為陽城老闆 然後他們兩個就談了以後 就有個共識 那就兩個唱片公司一起做 就過得很愜意啊 那就每天躺在家裡 然後今天傳證機 又傳來了 今天又賣了一千多張 今天賣一萬多張 就是這樣 每天都這樣 就是當有時候就 躺在家裡做 人如果運氣好的時候 就老天就會甜一點 我是屬於那種少年得志 中年晚還好我不潦倒 那只是就是 就這十年 就是因為整個身體的狀況 然後導致於自己的思緒也變亂了 洛世鳳使年前因為氣勢炎 割掉十二公分大腸 之後多次因床沾黏送急診 去年省植因為床沾黏 引發極性腹膜炎緊急開刀 我小腸破了三個洞 然後整個截掉 那個二十六公分都黑掉了 因為他有拿給我老婆看 我老婆還有照相給我 我把它冰起來 然後如果你如果要吃小腸的話 我可以切一切 然後小腸會 這樣吃小腸給你 沒有來看 我們怕自己就這樣失去了 要進去之前 我不是跟我老婆說 如果真的有怎麼樣 就低調處理嗎 老婆殺你身心病了 老婆一罷你的時候有哭嗎 我老婆很堅持 我娶到這個老婆真的很好 就是上輩子 稍好想娶到一個好老婆 所以那時候 老婆看到你的 就是割下來的腸子 他現在還是很喜歡吃腸子 那hua 就是女人 你 ly Museum 嗯 你們 是那些負責 這邊 那iga 三甚麼 天安 母 之後